出門在外一定滿身大汗 夏天如果水分喝不夠 排尿就會減少 排尿減少 尿液的濃度相對會升高 在常見的疾病裡 像是可能會產生節食機率 你的代謝疾病 並沒有因為水分把它代謝出去的話 你血液裡的濃度 那個尿酸的濃度會增高 加上你又喝啤酒 吃一些高普林的一些食物 可能造成你血液中的尿酸容易更高 沒有辦法排出去 那可能會導致於關節痛風發作 腎臟內的結石也會更耗發 天氣熱的時候 如果水分喝得太少的話 那因為流汗 讓水分流失過多 所以就可能有一些疾病 會因為水分太少而產生 那比較常見的像是結石 或是泌尿道感染 或者是痛風 都會因為水分太少 而比較容易發作 值得注意的是 年紀越小 反而每天水分的需求量越高 比如說嬰幼兒或者是兒童 每天的水分攝取量 每公斤大概落在70cc左右 進入青少年時期 大概每天每公斤的水分攝取量 是40cc左右 進入成年人之後 大概每天每公斤的水分攝取量 是35cc 在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如果水分攝取度不夠的話 在臨床上面 我們容易發現到 他的學習能力會下降 而且小朋友的免疫能力 也會容易下降 會容易造成生病這樣子的問題 在疾病的部分呢 最常看到的就是 小朋友容易會便祕 或者是泌尿道感染 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的大腦73% 是由水分構成的 所以一旦我們的水分攝取度不夠 在大人的部分就會發現到 他整個工作的能力 他的學習能力 專注度都會下降 當水分攝取不足的話 尿道當中的一個細菌比較容易 沒有辦法隨著尿液排出 時間拉長的話 就容易產生細菌感染的情況 尤其容易發生在女性身上 痛風源自於尿酸過高 那尿酸主要會從腎臟排除 如果說本身尿酸就偏高的患者的話 他排尿減少 水分不夠 容易造成尿酸沉積在我們的體內 引起痛風的發作 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水分攝取不足的話 是比較容易有急性 甚傷害 假設針對結石的治療部分呢 首先還是會希望病人 能夠靠多喝水 然後比如說跳繩啊 或者是多運動 然後讓加速結石的排出 那我們也會開立一些藥物 放鬆我們的塑尿管 讓結石更能夠順利的從塑尿管一路 排到那個膀胱 然後順利的把它尿出來 你水分如果喝不下 你去喝啤酒 其他的酒精飲料 可能會加重你痛風的發作 另外我這邊提醒 可能水分不夠也會導致你腸胃機能不好 這時候你可以在裡面加一點檸檬汁 檸檬片增加口感 然後丟一點鹽分進去也增加你的口感 也補充它的電解質哦 我們水分攝取不夠的話 會造成我們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的能力下降 在身體上面的表現就會發現到身體容易會疲倦 然後身體的能力下降 如果水分攝取度不夠的話 在大人部分很容易會造成所謂的心血管上面的疾病 包含中風這樣子的問題 或者是糖尿病痛風 泌尿道感染 那一般如果說以飲料 因為它裡面會含有鹽分或糖分的話 容易讓我們的人體吸收變慢 反而有可能會導致越喝越渴的一個情形 就比較不建議用飲料來補充水分 水是維持身體正常運作的基本要素 攝取不足可能會帶來多種健康問題 當水喝太少時身體容易出現脫水現象 導致頭痛疲倦 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緒不穩定等症狀 脫水還會加重便祕 絕對不可輕忽 TVBS新聞王華玲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讓MuTB 詞 justo在哪帶來